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我们到大厦里面来去探索一个神奇又神秘的水源 它是在一个大石头的中间冒起来非常非常的神奇 我们去看看,就在前面,走吧 这个神秘的水源就在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 全员也不是很大,可能有这么大吧 然后我们在这里,那种地方去捡地鼻菜的时候 没发现,然后在这个地方,这么多地鼻菜 而且这个比较干净了 看一下这一大抓地鼻菜 这些比较干净了,这些在这个草上,然后这边都有 这些处理还是比较容易的 看一下,这里将近有半斤 这可以煮汤的话,可以煮一餐了 等一下我们再捡回去吧 先去探一探这个神秘的这个水源全员 先放在这里 然后这个水源,然后这里是大山啊 附近不会有这个也没有这个水库啊 或者是大型的这些啊,别的水源也没有 然后单单在那个地方啊,在这个石头中间直接冒出来 非常非常神奇,我们去看看吧 然后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听老人说啊,这个地方以前是基地啊 很久以前建的这里是一个小型的鱼塘啊 啊,以前应该还没解放前就开始建这个鱼塘了 然后当时是人多在这里养一点鱼来吃的 但是现在这样子就荒废了 平时的话也会有这个村民 拿一点点水大的时候,拿一点点水啊,鱼 拿一点鱼来放在这里面养鱼苗拿来养 啊,可能会维持好几个月吧 他们又来放水打一次 好像下面有个地方放水了 现在我们去看全员吧 好,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就这个地方,在一个石头的中间水流出来 现在流水还是蛮大的 看一下,哎呦,水怎么这么冰啊 看一下在这个石头的中间一直在冒啊 这种地方可以说这个全员非常非常大 这个大石头的中间 水太冰冷了 这种水源全员啊,直接可以拿来饮用了 然后听老人说这个鱼塘 以前没捡方案的时候建的 这个鱼塘就靠这个全员一直冒起来养活它 看一下这个鱼塘应该有几畝地吧 三四亩应该有 好,现在找了一根棍子 我们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全员水是从这里面还是这一边 看一下好像是从这一边溜出来 这里就生不进去了 它应该里面会是弯弯曲曲的了 看一下这种地方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全员 真的是神奇又神秘 这些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确实不可思议 哇,大山里面蚊子特别的多啊 看一下这种地方很少见也很神秘 水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它这附近都是大山啊 大山,然后附近也没有这个大型的这个水源 也没有大型的水库 我们这里离这个水库好几十公里 这些应该是通往地桥的水吧 看一下这样子一直流 但是它冒起来不是很大 它但是一直这样子冒 然后要不了多久 可能要这个水面 这个雨塘水可能会到这里 甚至还更高一点 哇,真的是里面黑乎乎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个全员 就这样子冒出来 里面黑乎乎的 它一直往外面冒涌 这个水就这样子 排到这个鱼汤里面去 非常少见 也相当神秘 蚊子太多就回去了 看一下这种地方 确实少见也神秘 但是在这大山里面 如果附近有水库还好 这种地方应该是通往地下的 这边呢 广西这边 这种地下的全员 还是比较多的 也不知道谁从哪里来了 现在回去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个日子再见 好吧